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两人2004年恋爱,2006年订婚,但是订婚后又短暂分开,2010年才办婚礼。 在结婚第五年的时候,这对夫妇又婚变,有消息称,是因为梅根想重新付出自己的事业,但是布莱恩并不答应。 当时梅根福克斯怀了第三胎,因此两人又复合,还撤回了离婚申请。 在上个月,梅根福克斯和布,莱恩开始分居,梅根福克斯出马也不大关键了。 当时就有消息称,梅根已经与三个孩子的爸爸布莱恩感情破裂,另寻他欢。 但梅根福克斯否认,和小鲜肉歌手凯莉的恋情,她坚称两人只是普通朋友。 今天布莱恩发文透露两人婚宴内情,她表示,关系离婚是因为,我希望她从我的嘴里传来。 我想让人们听到我的一切,然后就这样了。 布莱恩透露,去年秋天,梅根离开她和他们的孩子拍摄了五周的电影,梅根福克斯就变了。 梅根福克斯对她说,在国外独自工作的时候,她才活得自我,因此在一次谈话之后,两人决定给对方空间,以确定他们的未来。 在谈到梅根福克斯和歌手凯莉的关系时候,布莱恩也选择列艇前妻,她表示报道说她出本事物面,他们分开不是有第三者插足,只是因为感情不合而分开。 但布莱恩还是爱梅根福克斯,称我永远爱她,赞养福克斯作为一,哥了不起的妻子和母亲。 布莱恩希望谣言不会打扰前妻,我不想让别人以负面的眼光看待她,也不希望她被人以负面的方式看待她。 这就是好人所做的,好人会挺身而出,帮助那些需要绑住的人,这就是她正在做的事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